撐蘋果! 撐豆腐! 撐蘋果! 撐豆腐! 大家加油! 因為今晚是蘋果日報最後一晚營運 明早他們會印最後一份報紙 所以今晚特地過來希望支持他們 很多感受都是不開心 蘋果日報其實在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聲音 因為都代表了很多香港人的看法 這次的執法行動和一般正常的新聞工作是完全無關的 我們處理的不是一個新聞機構的問題 也不是一個新聞報道的問題 是一個危害了國家安全的嫌疑行為 香港的新聞自由我覺得在這一年急速倒退了很多 現在蘋果日報不可以繼續營運 也是一個很明顯的很大的警號 所以我回到學校看 看到現在 真是見證著香港的成長和整個變化 我2019年初入職蘋果日報 平時分別不是很大的 都是繼續去寫第二天出街的報道 蘋果是代表著香港某些價值的 我想我不捨的是香港可能未來一段日子 都會失去這些價值 我相信大家的情緒是複雜的 一方面很突然大家可能未消化到 但也有憤怒有傷心有不捨不希望告別 但我們其實也可能無能為力 同時我們又要放下我們少少個人的情感 我們繼續要做專業地去緊修我們的崗位 我相信香港人不會因為沒有了平革日報 我們就不對於這些核心的價值 民主、自由、公義等等的價值的追求 我會繼續找方法做記者 非常難看 因為這是畢生的置業 你堅持下去就可能有希望 很多人都說過 如果你不堅持 相信就真的什麼希望都沒有 發放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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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繼續看 проход 發放細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